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這一節的發達廣場 身邊的嘉賓有我們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Jason早晨 是的,雪瑩早晨 今天跟Jason跟進1299 有幫保險出了一個中期的業績 中期順利,安年下跌了兩成 去到15.46億美元 而倒退的幅度,其實都較市場預期的勢 這次的業績表現都很突出 尤其是在亞洲主要市場的新業務價值 NBV也有強勁的增長,也創新高 整體來說,安年上升了兩成三 除了南韓要下跌之外 看到在香港和內地的新業務價值 都有一個非常好的上升 在內地來說,上升了五成八 而在香港也上升了五成半 其實上半年來說,中期順利 為何要下跌呢? 就是上半年的投資 有些失利 變成影響到順利表現 但其實看到它的業務 在亞太區方面 看到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增長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你看到可能A股近日都行得不錯 會不會在下半年 看回內地的經濟增長 可能全年去到7.5 會不會都可以大挾到 對於順利和投資方面 下半年可以做得更好 對,你說投資收益 對於保險股來說 必然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如果當地的股市是好的 自然令到保險股的資產可以增值 可以帶動投資收益增長 如果你說今年上半年 大家都知道在亞太區這一邊 大部份的市場都是做得一般的 特別例如港股市場方面 今年上半年都一直有跌勢 大家經常聽我們分析市場的時候 都說今年上半年在第一季 就更加跌到21,100這些低位 但如果你看看近一個多月 即是六月打後 就見到港股方面 是由22,800開始上升 升下升下不驚不覺 去到現在連24,000都升穿了 大家看這個圖就是恒指的走勢 反映如果你說當市況 無論是港股 A股 又或者是亞太區的新興市場方面 都有個明顯的轉勢的時候 下半年我相信有幫投資收益 就會有180度的轉變 上半年做得不好的那些 下半年不僅是可以收穫失地 甚至乎經過這一陣這樣的破頂的話 我相信那個增長的勢頭 就更加可以比較在過去那幾年來講 是更加快的 所以你說投資收益這個問題 暫時市場上面就不會太擔心的 除非你說接下來的港股 發覺原來都是破不了頂的 在未來這幾個月 是有個很大的變數 甚至乎是下跌到2萬2、2萬1 除非這個情況發生 否則的話 我相信今年全年有幫助業績 就不會有太差的表現 我們再去跟進新業務價值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看到它在內地和香港的表現 都相當不錯 尤其是在內地都創了新高 都說安年就上升了五成八那麼多 其實在其他地區 可能是新加坡等等的地方 都是有一個上升的 不過我看到內地上升的佔比 可能都比較多一點 會不會接下來內地方面的業務 可以成為新業務的 新業務價值的增長的火車頭 是的 內地方面的確有一個很大的驚喜給市場 因為在去年的上半年 內地方面的新業務價值 都只不過是在做 大概是七千六百萬的美金 如果你說今年就升到上去1.2億 這一方面其實就對於 集團來說是一個相當之不錯的增長 因為見到它之前來說 中國和新加坡 排第四和排第三的距離 都仍是有七千六百萬和1.1億的分別 但是你說去到今年上半年 新加坡就1.27億 但是中國都爬了上去1.2億 我相信未來來說 中國這個市場的新業務價值 應該進一步能夠 可以超越到新加坡 甚至乎再挑戰 就是第二位泰國的市場 那這一部分其實就反映了 現在在內地方面 其實那些人的投保方面 就未必說真的會純粹選擇一些 最傳統的內地受險的公司 那如果你說現在有些外資的進入 法國的計劃都是挺划算的 又或者那個回報都是挺吸引 那就有機會令到國內的居民 都會選擇這些外資的保險商 就作為投保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 有幫助接下來進一步 是滲透多一點的資源 下去內地 那我相信未來那個 新業務價值的增長 仍然都能夠維持一個相當高的水平 那除了你說在中國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香港方面 那之前大家都認為 香港的保險市場 應該就是接近飽和了 那大部分香港人 本身都已經是買了保險 已經是有超過一份的保單 那但是見到 那麽這次在香港的新業務價值 都有按年來講是五成半的增幅 那也都算是一個相當之滿意 相當之良好的數據 那除了你說新業務價值變動之外 也都要看那個profit margin 就是利潤率方面的增幅究竟是怎樣 那中國方面相當厲害的 那去年就六成三 那去到今年就升到七成八 那另外你說香港方面 也都要由四成八 升到上去六成二 那如果你說當那個新業務價值 量又升 那說到那個 那價錢 利潤率方面又升的話 那當然對於未來的業績來說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保障在那裡 即是說到他現在不斷地 將業務繼續滲透在香港 甚至乎到內地這些地方 那都想和Jason跟進了 內險股方面 究竟其實是 譬如一些外資的 像1299那樣進入內地 那會不會將那塊餅 即是大家去分 分就會越分越少 影響了內地的保險股的業務 還是其實內地的經濟發展 現在這麼迅速 收入又增加 可能對於保險的需求 亦都加大了 令到那塊餅 大家一起去 即是同時增加了 大家分到的東西 都可以很多 是的 你說 餅的問題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說內地方面 其實國內的居民 對於保險的意識 暫時都不算太強 你說中國人壽 平保等等 之前幾年在內地做的 即是最主要的生意 都是一些很短期 以一個投資 分紅性質的產品為主 但你說以一些傳統的人壽 又或者是健康保障 養老保險等等 這些產品 其實內地方面 都不算太成熟 即是表示著 未來的增長的空間 都仍然是相當大的 特別你說現在說到 內地方面都說人口老化 政府亦都是不斷提倡 公司幫員工去買一些 年金的保險 買一些養老的保險 我相信你說 當這個市場 能夠有這麼大的商機 接下來有幫 要打進去的空間 仍然都是相當大 你說對於內地的保險企業 會不會有影響呢 有就有的 但是既然你說 餅是越做越大 那麼多幾個競爭者 在裡面去爭 其實我相信 都不會說爭到沒飯好吃 那麼可能大家到最後 誰能夠突圍而出呢 就看看究竟在宣傳方面 又或者產品的結構 回報等等 這些質素上面 誰是做得比較好 好 謝謝Jason的分析 見到有幫保險 今天都破過頂 破頂價是42.3 現在就做41.3 這個時候 我們都再跟進 內地保險股的表現 先看看 中國人壽跌毫半 中國平保跌兩毫 中國人保升三先 中國財險升六先 中國太平跌超過百分之一 中國泰保跌兩毫半 新華保險跌超過百分之三 這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Jason的分析 和你做個申報 剛剛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麻煩Jason 稍後回來繼續都有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 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來我們的電話熱線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稍後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